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去把他精益求精 所以他就可以在很多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好 我想这个当然是他掌握了古人的心性智慧 所以蛮替他高兴的 对啊 因为他原本外在条件就蛮优秀 然后他的口条也不错了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到此就可以了 你够用就好了 但没想到呢 这个Peter他在广播剧里面 他还会自己去进修哦 自己在有空的时候啊 再去这个公益活动啊 或者是上相关的课程 练口条这样子 所以呢有这样的精神哦 我想 克美哥是不是比较像那种日本的 所谓职人精神这样子的感觉 对不对 有一点 有一点 我想这个所有的就是说 需要不管是我们讲说 不管是在竞技场和这些选手 对 或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某个行业的这些 能够称得上这些将的 对 他那个手艺很好的人 或者说是舞台上的这个表演者 表演者 对 那他们今天要做的事成 我们今天能够讲到说 说他是职业化的 对 不是一个业语的amateur的话 其实他一定是要投入了 比别人很多的功夫 对 那我曾经看过一部这个西方的 这个作品 他就讲说有所谓的 一千小时的规则 就是说任何人 要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要能够做到很精彩 对 精湛 那一定是要投入 一万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作者就举出了说 他说以前这个P头4 对 那现在可能我们年轻的听众 大家都不晓得谁是P头4 P头4 P头4 他说他们其实那时候 在默默无闻的时候 对 这四个人就跑到 德国汉堡的夜店去演奏 那他们大概呢 彼此共同在那边演奏呢 就差不多演奏了一万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 所以很多这个有名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去看看说 说他所做的事情 到他真的做出来能够有所成就 大概其实就是投入那么多时间 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说 一个博士 如果算到他大学的四年 对 他的硕士 他的博士的时间 其实说明他也花了将近一万个小时 也差不多一万个小时 所以这是可以看出来说 任何一个领域 你要能够累积出些东西 一定要是不断的情练时间堆出来的 对 那我们回到今天讲说 如果我们在公司职场做事 我做简报 对 我这个简报 也不是说我会做了 那我就能做得很好 我会做是一回事 但是我是不是在每次 做简报的时候 都能做得比别人好 那这其实里面这些技巧 就是我不断的情练 就是排演的功夫 对 就是排演的功夫 对 都要学这个 可能你练习到了一万个小时 你就变成一个简报界的达人了 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黑手 你想要学小提琴 你只要在小提琴上面 学个一万个小时 其实你也是小提琴专家 其实你也是一万个小时也不少 对 一万个小时 如果要除雨一天的话 我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 一天24个小时都去练 对啊 一天如果10小时 是 一天如果10小时 差不多就要 一年就是3000或3500 Oh my god 如果现在手边有计算机的听众朋友 你可以自己稍微算一下 对啊 从素人到变成一个师将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柯米哥 为什么我们做某件事情之后 学会某件事情之后 我们要不断的练习呢 对 这个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兵书 对 我们五经七书之一的五子 他里面有句话 对 那是我在一看 哎呀 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很好 对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 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 好 说五子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福人当死其所不能 嗯 拜其所不变 对 说我们一般人呢 往往死在自己 无能为力的事情上 哦 那我想这个 你讲战场也好 不战 不是战场 其实都是用 嗯 对不对 你在 你 你之所以会到最后觉得说 这个 你拜亡了 嗯 死亡了 而其实都是因为有事情 你没有办法克服 对 他说呢 拜其所不变 嗯 说人呢 常常失败 在他还不够精炼纯熟的事情上 嗯 嗯 对不对 我们比如说今天 呃 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会做 但是你没有做那么纯熟 对 结果呢 到了时候 你说做的结果 没有到达那个门槛 嗯 你事情就失败了 哦 对 你事情就 所以当然了 五子是本兵书 所以他最后他就讲了 他说啊 他说所以呢 用兵的最高的原则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你要叫你的士族 对 要勤练战绩 对 要叫他们的 从基本教练开始 对不对 要从力阵扫系 对 向右转 向左转 向前转 向后转 就从这些基本动作 一直慢慢的练上去 嗯 所以呢什么 教界为先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 为什么你东西要 不断的练 就是你不希望说 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竟然会因为不够精炼 纯熟 而发生失误 嗯 而做不出来 嗯 而这个造成困难 对 因为那个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对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瞬间 就是当下你觉得 我已经没有 没有招式 套用现在的这个话 应该就是hold不住了 你hold不住了 那我就记得我曾经以前在主持外场节目的时候 在外场主持那个晚会还是什么的 哇就那一阵子因为太忙了 所以呢晚会的内容我都没有准备 所以呢我主持到一半当下在台上 完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所以呢刚刚这一段的古文的内容就是说 哎大家会死在你无能为力的事情上面 我想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你的准备跟你的练习不够充分 对 好就可能就让你就挂在那边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所以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 哎说今天大家问了说为什么要练习 其实一定要看到就是说结果 嗯 就是因为说今天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你的本事 变成你的第二本能 对 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不加思索 不经过考虑就能够做出来的话 其实你就会有的时候卡在那边 就会卡卡 对 那卡就失败了 对 那失败更严重 就是死亡了嘛 嗯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讲说 今天为什么大家要去不断的花时间去勤劣 对 其实就是要让我在每一刻要施展出本领的时候 要不被卡住 对 要能够生存下去 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能够应付到所有的状况的出现 你才能够有办法去handle它 比方说你是一个街头艺人也好 如果你没有练习充足的话 哎当下街头如果临时遇到什么样的反应啊 你如果转换不过来的话 你可能就那一天没有收入之类的 OK 那 克米哥如果我们凡事都不准备不练习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凡事不准备不练习 那这个其实就是碰运气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就好像讲说 我们到时候只是指个骰子 看看结果怎么样 对 那那个我们可以讲说 即使你天赋异禀 这个机灵聪明 对 反应很快 我相信成功的机会 也是 这个 不会很高 十八九 你一定失败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来讲说 人生在世 这个时间有限 对 那既然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应该要好好的规划 要好好的准备 要好好的准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家任何人 我们从历史上 对 我们就读到过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说 楚国有个很会射箭的养油机 它能够射中这个树叶上 它的名字就叫做养油机 对 养油机 对 这也是经过千锤百炎的练习 我们在这个庄子里面 有讲一个 这个鲍丁解牛 对 就它很会切这个牛 对 其实解破了 对 但它解破呢 其实勤练了十九年 所以它解破 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厉害 对 那这些其实我们今天讲说 其实都是 花了功夫 才能够做出来的 对 那我们看我们自己 中国古时候 有很多工艺的艺术 对 其实这些工艺的艺术 也都是辛辛苦苦 辛辛苦苦 经过勤练 对 把时间丢上去 才有这些结果出来 那 所以品质 是绝对 对 是跟你不断的勤练 是有关系的 所以人家说千锤百炼 千锤百炼 就是要经过了 一千次的锤打 这个一百次以上的这样子 哇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别人说 他在某个领域很厉害 然后呢 他在哪个地方表现很亮眼 我们就去羡慕他 其实呢 他们也是付出了相当程度的 练习跟努力 才达到今天这样子 对 您讲到舞台 所以我们常常不就讲说 说台上十分钟 对 台下十年功 对 对不对 所有这些演艺人员的表演 或者运动选手 在竞技场合 他的表演 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 他的冰山的一角 对 其实他在下面 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而那种东西 是我们很可能 作为一个旁观者 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 对 但是绝对的 其实 我们从 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 你也可以发现说 如果你自己 在你的专业领域 不是下进很多功夫的话 那其实你也不可能 做到所有这些以上 那科米克 这个在古代 还有没有一些 就是练习 可以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 实质的帮助的例子 对 其实在这个练习上 我们其实 第一个我们立刻 可以想到 就是说孟子 其实他有一句话 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 变成说是一个成语了 就是孟老夫子曾讲说 他说 你不要怪那个齐王 不聪明 对 他说虽然天下 有容易最生长的东西 但是如果一天曝晒 晒太阳 但又十天把他阴寒 把他收起来 也不能够让他成长成大 对 他说我 能够见到齐王的时间很少 而我离开之后 那些阴寒齐王的小人 又去接近他 对 他说我就是像是 让齐王冒出一点芽而已 那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 这个成语 一铺十汗的游览 一铺十汗 所以孟老夫子 一直就讲说 今天当我去劝谏齐王的时候 那机会很少 那每次只是一铺 对 但是呢 我不跟他相处的时候 这些包围在他旁边的小人 又都去影响他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铺十汗 一铺十汗 就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王的意思 那这个 这个就觉得当然 所以运动员 或者任何人要练的话 也要天天练 对 也要天天练 对啊 那我们今天也讲说 说这个 这个 我们还有故事 我们讲说春秋的时代 有个齐国的大夫 是 梁秋菊 对 他就对我们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是长得很矮的燕子说 是 说 我到死 也追不上 那燕子就讲了 他说我听人家讲说 只要不停的做 对 就可以把事情做成 是 不停的走 就一定可以走到目的地 他说我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对 那只不过是什么 坐个不停 走个不停 所以别人很难赶上过 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说 任何人今天 我们要去练习东西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不停的做 我们不停的做 对 我们如果说今天做的时间 比别人多的话 那当然 我们做到最后结果 就是会比别人好 那这个是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经典里面 有讲的 我们经典里面讲说 说这个中庸里面 就讲过这么一段话 是 我们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他说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时能知 几千知 果能迟到已 虽于必名 虽柔必强 说人的聪明才智各有不同 对 我的聪明才智不如人 别人做一次能做好的 我做一百次 总也可以把它做好 那别人能够做十次做好的 我做一千次总能做好吧 所以如果照这个道理做事的话 即使是最笨的人 也一定能跟我们摆事情的道理 最懦弱的人 也可以坚强起 那我们今天想说 如果说 我的聪明才智 对 还不比别人差 但是我天天去勤练本领 对 那这个到最后 那我的本领 一定就是比别人强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说 说今天我要勤练 对于那些知识不如人的人 其实勤也能够捕捉 更何况如果今天 说你是一个天赋 很好的运动员 那你每天练三百个投篮 对 其实你当然会成为一个 NBA的球员 是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勤练 不断的练习 我记得马云曾经说过一句 比你聪明的人还在努力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要努力 对 那其实这个我们讲了说 我们讲了很多中国对于说要勤练这个 其实希腊的哲学家 这亚里斯多德 他也讲过类似的话 对 他说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自己 每天不断重复所做的行为 对 那所以呢 他说呢 卓越 对 不是一个动作 对 而是一个习惯 是一个习惯 那同样的就是讲说 说其实你今天卓越是个习惯 是因为说你今天要 卓越就是在每次 你都要表现的这样的好 那样的话 其实不可能你只是会了这件事情 对 而是必须是你在时时刻刻 你都能够表现出来 像你的第二本能 对 就直觉的做出来 就是这样 那这个才交到卓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穿越古今上班了 雅 师傅 师傅 И 感谢观看